年,然后今年的牛年,希望大家牛年吉祥,身体健康,全家都很幸福 先跟您报告一下,就是我讲的这个东西呢,不是medical advice 任何medical decision呢,还是您请您跟您的医生去做这个决定 可是这个讲演呢,就是建立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观点 建完这个观点以后,大家做决定的话,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跟医生去讨论的时候,也比较有本 OK,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新冠病毒呢,其实就像我们在武侠小说里面说的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就像这个我们武侠小说的这个劳山老怪 劳山老怪呢,他休养了好几百年 他前一个百年的时候,他派出一个小兵出来 他是叫H1N1 在1918年,1970年的时候,是一个瘟疫 瘟疫的话,他杀了很多很多人 那个是我们普通的flu 对,然后呢,劳山老怪呢,派出了这个最大的地址出来 这个大地址呢,比一般人呢,又厉害一点 又厉害一点呢,他是什么 他在2003年的时候出来,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SARS OK,SARS的时候一出来就是所向无敌啊 他只要人能被他染到的时候呢 大概70%人都过世 OK,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传染也是非常快 可是呢,一传染到的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应该传染到,因为他马上就发病 发病了以后可能70%人就没办法生存 所以他就派了这个地址出来以后呢 他就发觉这个地址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然后他就杀掉了 因为呢,劳山老怪呢 他一定,他自己没有生命 就派出了大地址 他一定要生存在人的身体里面 人的身体里面才可以帮他复制 他就从一个变成一百个 就像我们那个孙母空一样 孙母空他只要拿一根毛就好了 一吹,就是上千上百就出来 他就是要进入人体以内呢 才能去复制 复制完了以后就变成很多很多 然后他派这个东西去传染给别人 所以这一次呢 第一次出来是SARS 第二次出来叫Needle East 这个Coronavirus也是蛮厉害的 也是太厉害了 所以他后来又回去练功 又练了个几年以后呢 出来了这一次出来就非常厉害了 他呢可以传染给别人 传染到人的时候呢 人不一定有症状 我们大家都看到很多时候呢 大家要测你的温度啊 问你有没有咳嗽啊 或者什么东西 事实上有60%的人 得到这新冠病毒的时候 他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一点症状都没有的话 他会怎么样呢 他就在你身体里跟你共存 共存了以后你就帮他制造 这个新冠病毒出来 所以这老三老怪是非常非常厉害 这一次出来 而且我们公共卫生呢 这次出了一个最大的漏洞是什么 最大的漏洞就是这样 你找不到这些人 如果是无症状的带菌者 你用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他 除非你去测他 可是你看在美国 有多少人去测 就是说你没有症状的人去测 事实上在刚开始上是没有 所以他根本就找不到这些 所以让这些人呢 跑来跑去就传给很多很多人 现在你看我们已经有 有两千多万人 已经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 老三老怪 所以老三老怪出来的用意 最大用意是什么 他要复制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没有生命 他一定要找着人类 钻到人类里面去 然后呢人类帮他复制 复制完了以后 他就可以传给更多的人 所以这一次来讲的话 就传染不得了 OK 好 下一个slide 那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呢 你看呢 这只是在加州而已 在加州我们就有三千多万人 我们现在三百多万 对不对 三百多万就有三十多万人呢 他有一种叫long hauler 就是说他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症状 OK 好 下一个slide 那这个老三老怪呢 长什么样子 OK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 美化的一个图了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比较正确的描述 可是基本上 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有很多的名词 跟他那个老三老怪 究竟长什么样子 跟你讲一下 OK 老三老怪呢 其实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里面呢 它叫这个messengerRNA messengerRNA是什么呢 messengerRNA就是DNA的一半 我们DNA的话 它是一个叫double helix OK 它中间有一半 这样一条 有没有 你这样是两条 弄在一起 它这个messengerRNA就只有一条 所以当两条在一起的时候 它是互相帮助它 它非常的安定 它不会变 可是当你变成只有一条的时候 它是非常不稳定 所以messengerRNA最大的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是不稳定 所以它是不稳定呢 所以它外面要包了一层 它包了一层呢 这叫脂肪层 脂肪层呢 就把这个messengerRNA包在里面 它就比较安定 把它安定了以后呢 所以牢三老怪呢 它是主要是说 它要想办法进入人体的里面 它才能复制 对不对 它自己没有生命 所以呢 它上面长了很多的 刺一样的东西 OK 这种刺呢 我就直接叫它 比较简单的 就叫一个棒子 对不对 它有长很多棒子 不只是一个棒子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棒子 我们这边看起来 在图上呢 看起来好像只有红色黄色 其实它那个棒子呢 等一下我们看比较 detail的图的时候就知道 它有很多很多的棒子 OK 很多的棒子呢 这个棒子是做什么用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通关密码 通关密码 我们人体的细胞里面 有一种细胞 有一个门 叫做ACE2 ACE2 它就专门找这个 你任何细胞 有这个门 叫ACE2 它就用这个通关密语 它可以进去 它进去 你细胞的用意呢 并不是说要杀死你或什么 其实呢 它就是带了它这个messenger RNA 进去到你的细胞 然后呢 你的细胞就像一个工厂 工厂呢 它就交给这个工头说 我叫你啊 今天啊 不要生产你现在原来生产的东西 我给你个新的 方便了 你就照我这个东西生产 它就进入细胞里以后 它就再制造 同样的东西出来 它就制造更多更多老神老怪出来 这个老神老怪 然后从细胞出来以后 就migrate到另外一个细胞 然后到另外一个细胞 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 所以你有很多的细胞 都被它take over 就做它的工厂 就做它 所以人物为什么会生病 是因为很多 你原来的系统 应该做它的事情呢 它不做了 它专门替老神老怪去生产去了 所以你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现象 等一下我们去谈它 这个症状是什么样 所以你就比较了解 所以这种每一个 一根一根的棒子呢 我们叫做antigen 就是说在这个老神老怪的时候 你怎么找得到它呢 你如果找到这个 你人体里面有这个棒子的时候 它就是叫antigen test OK 你就可以找得到 OK 你这个人 究竟有没有染到这个老神老怪 antigen是一个test 对不对 然后另外呢 我们人体呢 因为你这个长了棒子 对不对 长了棒子的话 人体就要去抵抗它 怎么抵抗它呢 它就会产生抗体 抗体就像了帽子 这个棒子来的时候 我就给它戴帽子 OK 因为它不同样的棒子 它有不同的帽子 对不对 你的帽子呢 就叫antibody 所以我们通常做test的时候呢 有做这种比较快速的筛减的 有两种 一种叫antibody的test 就是测帽子 antigen test呢 就是测棍子 然后最好的呢 就是叫PCR PCR就是测整个的 整个东西呢 它给它取某一些 大概有三四个东西去取它 取它 人家去看看你这个test里面 有没有这个东西 PCR好处呢 不但是 去测这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然后测的比较准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 它放在那个机器里面 它会复制 你的antibody test 和antigen test呢 它不能让你这个 进去的那个样品呢 还会再复制 它只是去数 你现在 究竟在这个液体里面 有没有antibody 有没有antigen 它没有办法复制 它变得比较大 因为在这种PCR test的时候呢 它会把它放大了很多很多倍 它就从可以到2的37次 到2的42次方这么多 所以你原来是一个 它会变成2的37次方 到2的42次方这么多 所以它会造成更多 所以它测的时候就会比较准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它去测的时候 你比如说要做什么的话 麻烦把那个大 就掉 OK 所以一般你坐飞机啊 或做什么东西 要进台湾的话 它一定要求你有PCR的test 不是antibody的test 也就是antigen的test 就是说 这PCR的test呢比较准 可是呢 你如果去测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只测一次的时候 是非常不准的 因为你刚生病 它可能只有一点点 对不对 你生病越来越多 它可能越来越多 对不对 你老三老怪在身体内 所以你去测它的时候 是看你在哪一点去测它 它是这样子走的时候 你如果在这边测的话 你就测不到 对不对 测不到并不代表 这个人不带菌啊 等到它再过来一点的时候 它就可以测得到 所以这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你任何test 包括PCR以外 包括PCR 你去测一点的时候 是不准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 台湾有宣布一些test呢 就是说它进来的时候 我去测它 它也没有 然后关在旅馆以后 14天以后 我再去测它 它也还没有 结果呢 它出去了以后呢 可能两三个礼拜以后 它居然确诊 就是说你在这个 任何时间点的时候 去看它 是看它在什么stage 还有另外一种人 就是我刚刚提的 就是说我们找不到的人 就是无症状者 而是带菌的 这个时间呢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什么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可能很长很长 现在有了case 看到有长达五个月 maybe even longer OK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 这个一定存在 为什么呢 我们在三月的时候 去年三月的时候 不是大家都 把这个所有的事情 都弄下来 你到highway上 都看不到人 它叫shelter in place 就大家都在 待在家里 不能出去 然后除了你 要买东西啊 或什么东西 才能出去 那个时候 几乎上百分之六七十人 都follow这个instruction 所以你在街上 看不到人 可是呢 你关了 大概有六个礼拜吧 六个礼拜以后 你打开以后 咦 怎么还是有 有传染的现象 就表示 这些无症状者呢 可以带菌 带的时间是蛮长的 所以你关再久 其实到最后 是没有什么太多用处 因为你看啊 最近呢 英国的事情 也是这样的 英国有好一阵子 都下来 因为他们最早的时候 关的是蛮彻底 关完了以后呢 现在 大概在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以前呢 他们就高得不得了 他们又要关起来 这个为什么呢 我等一下再给你 你们分享 这个变异的状况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现在review一下 我刚刚讲了几个东西 有几个名词 一个是antibody antibody是什么 就是帽子 对不对 antigen是什么 antigen就是那个棍子 生出来的棍子 是通关密语 然后进入人体的细胞里面的门 进入人体细胞门 是哪一个门呢 它叫ACE2 所以任何细胞 只要有ACE2的门 它就可以进去 OK 然后我们又讲到 有三个test 就是antibody test antigen test 跟PCR test 哪个最准呢 PCR test最准 因为它不但测的比较复杂 而且可以复制 所以antibody的test呢 如果说测的时候是没有 并不代表没有 antigen test也是一样 它测如果没有 是negative 还不一定 即使是PCR这么好的test 你如果只测一次的话 你就说它是没有 这个可能也是 到最后还是turn out to be 那种无症状者 带菌者 OK 所以我基本上review 所以你现在在新闻上看到任何的 讲到这些东西了 你们都会了解 他们在讲什么 好吧 下一个slide 所以讲到新冠病毒的这些症状呢 这些老三老外进去以后 什么症状呢 主要呢 它是要去找ACE2的门 它进入哪个细胞就有哪个现象 OK 下个slide 所以发冷发热 发冷发热呢 其实 发冷发热是什么 是你的免疫系统开始发动了 因为它觉得有外来的东西 外来的东西进来了以后 它就会发烧 因为它要等于把它的兵呢 都都弄在一起 像白雪球啊 什么 它都把它弄在一起 当它要号召这么的白雪球 这这些的时候呢 身体的就这 它花很多能量 然后你就就高烧会出来 OK 这是发冷发热 然后咳嗽 如果是就进入这个呼吸道的时候呢 在这边的时候就会这样 然后进入肺里面 你的肺活量就马上下来 然后疲乏 为什么疲乏呢 因为这个劳三老怪进了你细胞呢 把你的细胞都take over了以后 都去拼命 做这个劳三老怪 所以你的能量都用在这里 所以你感觉非常疲劳 然后肌肉啊 疼痛了 它也可以进入肌肉 所以它一旦进入哪里的时候 哪里就会 然后头痛 因为最早的时候进去 其实这个劳三老怪 它进去的最大的途径呢 就是从空气里面 进入你的鼻子 OK 然后我们知道鼻腔呢 跟所有的东西都连在一起 跟头是非常近的 然后呢 里面呢 我们很多的嗅觉 这个劳三老怪呢 这个劳三老怪呢 因为这个H2呢 存在哪里呢 它连神经细胞里面 它都有H2的这个门 有H2的门 所以它如果进入这个 Nerve system里面的时候 它Nerve就会被damage OK 它原来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它结果不做了什么 所以你有时候闻不到东西 还有人更惨的是什么 你明明以前闻的是香的 比如说你今天炒了 鱼香肉丝 非常香吧 可是它闻起来 是说你这个是臭的 OK 所以那个时候 Reverse 说你闻不到是一个问题 有时候闻到是反的话 那更是蛮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 你一天到晚 明明大家都觉得香的时候 你觉得是臭的 这个会很痛苦的 然后喉咙痛啊 然后鼻塞 这都跟那个感冒 是比较像 恶心啊 其实还有 到那个GI track里面的时候 到你的肠胃系统里面的时候 也是会 会产生这个事情 所以任何细胞 只要有Ace2的时候 它都可以钻进去 钻进去以后 它就takeover takeover去继续 再产生更多的 这个 劳山老怪出来 OK 下一个 下一个slide 这个 主要是告诉你 这个劳山老怪呢 普通以前我们感冒啊 或什么 都需要我们 有一定数目的病菌啊 才可以杀入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门才会开 因为太多了 比如说你现在想象 我们一个大门关了 对不对 只有一个兵来 来敲门 你是不开门 对不对 如果来了一百个兵 一直拱你的门 你可能门受不了的时候 就会开开了 对不对 它这个 劳山老怪的 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 它一个兵 它也可以穿过 你的Ace2这个门 所以它变成非常非常厉害 它到哪里就是哪里 OK 所以我们看这个 左边这个图 这个CT这是人的一个肺 OK 人的肺 我们看在黑的地方 就是它发炎的地方 OK 所以你就看到好大一块 有没有 这一块 所以由于我们呼吸的时候 不管你呼吸什么东西 进去它的浓度呢 是从这上呼吸道下来 是越来越 那个浓度越来越低 所以一般来讲 都是上呼吸道的时候 或上半部的肺呢 会产生肺炎的状况 可是在这个新冠肺炎的呢 你就看看右边 它几乎呢 这种黑点呢 是到处都是 这到处都是 就是说 它只要有一点点呢 它就进去 有一点点进去 所以不像是这边的 左边的设施一块 右边的话就是 只要它到那里 它就马上进去 不管是在哪里 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般来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人攻击我们的城市啊 比如说哪一块 在东区 哪几条街 有问题 我们可以派警察 对不对 去到那边封起来 像肺炎呢 或什么 都是一样 会把它封起来 在那里 您要回去一下 还是要回到那个肺 那个肺的那个 CT那个scan 麻烦一下 还是刚刚那个 还回到那个 那个原来 那个 那个 对对 就这个 这个 所以 我们就可以派兵去 所以你的 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就比较好调配 OK 你这边 有发言呢 我就派我的白血 说派兵呢 去那里 就包围 可是当你 碰到像右边 这个状况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举个例子 给您听 就好像 你现在警察去抓人 抓人的时候 他不是说 集中在一起 他是每一个人里面 每三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坏人 每三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坏人 每三个人 就是一个坏人 请问 如果您是警察 你怎么去抓这些人 你就很紧张了 你就是把全部的 那个细胞呢 都当做是坏人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一个 你的免疫系统啊 会制造出 很多的很多的 白血球出来 要想办法去打仗 所以你的 可能会发蛮高的招 因为你当派兵的时候 就会这样 另外呢 他就是 见人就抓 见人就打 对不对 因为他每三个人里面 如果有一个的话 他怎么能分辨出来 你这是好还是坏 他基本上看了之后 都是坏的 所以我们这 有一个叫 叫Cytosome 就是你 人的 营免事实呢 就发狂了 你可以 产生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抗体啊 什么 就到处去 去杀 要去打 大家有知道 这个过敏 所谓过敏的时候 就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身体体内的 尤其像过敏线 关节炎 他就把你自己的细胞呢 当作是个敌人 他去攻击 所以你在关节的时候 他就会attack 你的关节就会被吃掉 被自己的 营免事实上吃掉 所以你来想 这个只是一个关节 如果是全系统的 一个问题的话 事实上 对于新冠肺炎来讲 然后它是一个 全系的问题 他所以派兵出去 会乱打一通 乱打一通 说很多人 因为这样子而过世 所以 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有很多 医生呢 就给你开 胆固醇 不是胆固醇 肋固醇 开肋固醇 来压 压你的这个 营免事实 把你压下来 这是他治疗的 一个方式 OK 好 下一个 下一个slide 在什么样的 增加感染风险呢 基本上 你不要跟别人 share空气 OK 任何时间的时候 你跟别人 share空气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 得到这个 现在 尤其现在在加州 或者在美国的话 基本上 每三四个人 你出门碰到的时候 其中就有一个人 是有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一个事情 你出去外面看 随便看到三四个人 你碰到一个人 就就有 OK 所以有很多例子 尤其像那个在 在supermarket 那些人都很可怜 我们最近也看到了 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例子 好像永和的一个 一个manager 在cupertino的时候 也过世了 也是因为这样 因为他每天碰的人太多了 然后每三四个人 就有一个影响 他的多危险 又在一个室内 一个空间的话 所以不看别人 share空气 要share的时候 在外头 然后我们所谓讲的 那个social distance 六尺 六尺是指室外 室内的时候 对不起 你六尺 十尺 都没有太多的用 因为什么 你如果待在那个 同样的空间的时候 时间久的时候 你的空气 就是他的空气 他的空气 就是你的空气 这个没有办法去弄 所以 有很多人就提到 我们去坐飞机 究竟安全不安全 大部分人就说 其实蛮安全的 我这个十分钟之内 我所有的空气 在飞机的空气 换过一次 但是我请问你 OK 你在吹风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个电风扇 你人在这里 电风扇吹过来的时候 你前面会感觉到风 对不对 请问你的背后 感觉到风了吗 没有吧 一定没有 所以你在想象 你在坐飞机 一排一排的椅子 我不管你再厉害 再去好 再去抽气的时候 在这个 背面的时候 那些空气一定是一种 叫steady state 在那里 所以它是不会变的 所以你所谓的 我都换期换了多少次 那个都是 讲给别人听的 我们自己晓得就好 因为有很多死角的地方 这空气是不会动 所以上飞机 是比较辛苦一点 那个风险是比较大的 还有另外讲了一个 游轮很多 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 不是很多游轮 因为游轮的话 第一个它空气 它的share的蛮厉害 因为游轮空间很小 而且它因为要 要control它cost 所以它很多系统 不像在岸上做那么好 第一个贵 第二个重 它不能太多的重量 然后呢 你去看它的马桶系统 马桶系统 我们在家里用的马桶呢 大部分都有水盖住 在那边的话 是没有水盖住的 所以所有的马桶的系统啊 都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边flush的时候 到隔壁间 或者在隔壁间 在隔壁间都会这样子 然后最近呢 你们看到在香港 也有什么大楼啊 也出问题 大楼的话 它是有天井 然后他们自己排泄系统 也是都连在一起的 所以一层呢 有感染的时候 好多层都后来有感染 OK 好 所以最重要的概念是 在这里就是什么 空气 不能跟别人share空气 OK 跟别人share空气的时候 你就增加非常多了空气 OK 下一个 slide 所以我们就刚刚讲了 最重要的时候 你自己要保护自己 自己保护自己什么 最重要是要戴口罩 人能不出门 就不出门 你出门的话 就有风险了 对不对 然后保持人跟人的距离 那是室外 在室内的时候 没有 没有什么办法 OK 然后请洗手 就是说 我们 其实手碰到新冠病毒 并不可怕 你手碰到的时候 你只要去洗 它就洗掉了 没有问题 只要是不要去碰眼睛啊 会耳朵什么 那个的话 从那个黏膜的时候 就可以进去了 所以碰到的时候 不打紧 你或者喷那个洗手液啊 或是喷那个 sanitizer啊 你可以把它杀掉 最重要是空气 你跟别人一泻空气 你一吸进去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 已经一旦进去了 以后就在里面了 你拿不出来 OK 所以进去了很容易 好 下一个 下一个slide 那个什么人 就有较高风险 就是自己本身 有一些基础病 第一个是有糖尿病的 第二个呢 是就肥胖的 比较身体体型 比较大一点的 这个就是说 它你系统 本来就是已经 不是很efficient OK 因为你要去照顾 这个生病的地方 所以它有很多 那个系统已经被了 然后在tax 那个新冠病毒 跑进来以后 又把你 irregular系统 takeover以后 去帮它制造东西 这时候就会产生 很多很多危险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看 这些基础病啊 心脏病啊 都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OK 好 下一个slide 所以高雄进来的时候 就要我们照 我们刚刚讲的 要更注意了 就是什么 最好不要出门 如果出门的话 如果碰到人呢 还是要在试玩 然后一定要戴着口罩 OK 要一定要勤洗手 有人如果不信的 说很靠近的时候 你就要退 OK 不要因为 我本来就站在这里 这个人突然跑了 侵犯到我这个space的时候 我就不动 你要让他们 你要尽量就是这样 这样子才会比较好 下一个slide 然后我们现在讲到疫苗 疫苗的话 就第一个概念 什么叫疫苗 疫苗就是要训练 我们自己身体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那些柱子 对不对 柱子会经过我们的Ace2的门 要进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训练 我们的人体呢 说OK 这些柱子是坏人 OK 如果这个柱子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产生什么呢 产生抗体 抗体是帽子 要产生帽子 去盖住它 所以你的概念就是什么 要训练自己的免疫系统 去找这些柱子 对不对 找完柱子了以后 我说这些是坏人 然后自己产生帽子 可以产生帽子 然后就储存起来 这个帽子随时要备用 如果有柱子进来的时候 我就帽子戴上去 柱子进来 帽子戴上去 这就是你疫苗的用意 OK 疫苗呢 它有好几种方式去做 OK 现在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 我们这个老三老怪 厉害的地方就是什么 它自己把这个messengerRNA 就是messengerRNA 这个messengerRNA是干什么呢 就叫你的人体细胞 去再制造一个 同样的老三老怪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个 因为人体会听这个话 所以我们也 take一部分的这个messengerRNA出来 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找了四种柱子 OK 四种不同的柱子 我刚刚已经讲 柱子的种类是很多 可是他们在做疫苗的时候呢 像Madonna或者Pfizer 他就选了四种 很有意思就是说 他选了四种 这个也选了四种 其中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 很有意思 他选四个 也选四个 结果选了两个是一样 事实上因为是看 外面那个structure 那个柱子 长得像是什么样 他们刚刚 haven都选了四个一样 所以他第一个 疫苗呢 就叫messengerRNA messengerRNA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自己去选 选完了以后 就可以马上制造 不需要有别的 别的步骤 步骤 所以一般来讲呢 像Pfizer 它的manifaction 就是说你一旦决定 是哪四个 你把这些原料都准备好 他最早的时候 需要110天去制造 一批 OK 110天 那他最近呢 改了他的制造的方式啊 跟制造的过程 流程 从110天降成60天 所以110天是什么概念呢 110天大概四个月 降成这个60天 就是两个月 也就是说 他最快最快的 两个月就可以做出来 OK 一批 然后现在 就是原来的是在四个月 OK 所以这个是Messenger RNA的好处 而且你随时可以变 你这个东西在变的时候 我也可以跟着变 比较容易 OK 另外一个呢 就是病毒载体的疫苗 病毒载体疫苗 就是我们现在要看到 Johnson Johnson 他的子公司叫Janson OK Janson这个公司呢 他就是说 也是拿这个柱子的一部分 柱子一部分 混在一个腺病毒里面去 让它放到鸡蛋里面 让它去交换 交换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混种 原来是因为腺病毒 是腺病毒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就把这些柱子呢 放进去 他也会长出一些柱子 所以这腺病毒呢 他又带着这些东西呢 就进入人体 因为腺病毒本来就很容易 进入这个人体里面 所以他也是 等于是把这些柱子呢 带入人体的一个功能 原来是我们的Messenger RNA 然后我们就知道 他ACE2的话 他一定可以进来 而且进得很快 所以呢 这个呢 他就是混了一些别的东西 所以要训练的人体的系统的时候 他的Efficiency可能会差一点 因为他还长了一些别的东西 所以他不是一个纯种 就是长了一个一个柱子出来 你人体一看就看得出来 所以他的通常Effectiveness呢 会低一点 OK 一般我们讲 因为感冒的那些 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做的 所以内动的话 大概是60%到70% 所以很难想象到 我们刚出的这个Pfizer 跟这个Moderna 他为什么有95% 因为他产生的东西非常纯 就是我准备这四个柱子 它长出来 就是这四个柱子 四个柱子 然后你人体一看 就是纯的这四个柱子 我注意了 我就产生很多帽子 来带你这四个柱子 对不对 对这样 还有一种呢 它是取你这个病毒里面的一部分 等于把它恰 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然后丢进去 然后让你人体 这是第三个 就Novavax 他们做了就是那种 OK 好 下一个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Messenger RNA的就是说 主要是他到你自己的人体的工厂 用S2里面进去以后 他就告诉人体呢 你帮我制造这个 所以这个Messenger RNA的疫苗呢 就进入我们人体 穿过S2进去以后 叫他们帮我生产这四个柱子 他就生产一堆出来 生产一堆出来 然后人体呢 就看这个四个柱子是不对的东西 我产生四种不同的帽子 OK 所以这就回头来讲 我们现在是这种疫苗 就是要打两针 对不对 然后大部分人呢 打完第一针的时候 觉得有点反应 可是不很厉害 那很多人打完第二针的以后呢 怎么这么厉害 又发糟又什么 又头痛啊 有很多这种现象出来 那我就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你疫苗的用意就是要训练你免疫系统 对不对 训练你免疫系统 去辨认哪些东西是坏的东西 然后产生帽子 给它戴起来 所以你第一针打完了以后呢 你的免疫系统已经被训练了 对不对 训练好了 它已经产生了一些帽子 那你第二针打进去以后 会发生什么现象 他说啊 你看看 这些柱子进来了吧 我的疫苗是什么 赶快就 就要发动了 然后我就产生了帽子 开始就送过去 就把它盖起来 所以第二针打完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这个打的地方 都会红肿 然后会发烧 有时候会头痛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是你免疫系统 已经在work OK 所以不要担心 这个是什么副作用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是你训练 它要做那个对的事情 它已经在做 OK 好 下一个 我们刚刚已经提过 Message RNA 就是这个DNA的一半 OK 好 下一个 病毒载体 我也刚刚提了一下 主要它就是 拿了这个柱子的某一部分 跟我们线病毒里面 都放了蛋里面 蛋里面它会交换 交换了以后 就变成一个混合的东西 然后它产生大量 这个好处是什么 这个 制造成本比较低 而且它这个不是Message RNA 所以它非常稳定 它不需要低温 你想Pheiser 也要低温 要大概-75度C左右了 所以它一定要很好的Pheiser 才行 那Madonna的 它做了就是 比Pheiser要 sophisticated 因为它那个 外面包的那个Message RNA 包的东西呢 它多一点点一些油 油脂的东西 因为油脂的东西 比较稳定一点 好 下一个 所以常见的副作用啊 疼痛 打的地方会疼不疼啊 肿胀啊 发红啊 怕冷啊 疲劳 头痛 这个都是你 immune system的一个反应 OK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OK 下一个 slide 所以谁不应该接受这个疫苗 这个东西就是说 如果你对它这个 它放在疫苗里面的某些东西呢 你会敏感的时候 你可能打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 就像我最早就提了说 就是说 因为你每个人的例子啊 可能不太一样 谁最对你的状况比较了解 应该是你的家庭医生 对你的状况比较了解 所以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现象 要跟你家庭医生 要通过话 看看他们的怎么样的建议 OK 不要光听我的 我的建议就算了 可是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因为过敏 过敏我们有很多东西 可以去控制 比如说 antihistamine啊 或者epi啊 epi pen啊 这些都可以控制 可是你得了新冠的时候呢 如果不小心 让他进入 真的体内 长了很多的时候 事实上是没有药可以医的 OK 现在的所谓什么 你进医院呢 他能做的事情 是一种支持性的东西 比如你现在缺氧 你现在这个氧气 掉到80%左右 OK saturation的时候 他就给你 用纯氧压进去 让你呼吸 就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另外呢 就是给你内固存 我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你的系统呢 发疯一样 对全体 全身体 攻击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就给你那个 其他就是靠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能活下来 就活下来 你没活下来 就没有活下来 所以 这样去考虑就是说 有副作用 有药可医 得到新冠 得到这个老三老怪的时候 没有药可医 OK 那怎么办 选择性的话就非常明确 所以我们是做一个很简单的 有人要关照才行 OK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刚刚已经讲了 马当拿跟腐尔的分别在这里 马当拿的话 他大概是100个麦克风格 所以他用了外面的油脂 包装的分别比较大 OK 比较大的配置 所以他是100个麦克风格 Pfizer呢 这个油脂比较少一点 所以他的要比较低温 马当拿的储存的时候 他只有30个麦克风格 然后马当拿的话 你要不要mule most people 所以马当拿的话是28天 隔28天 第一阵跟第二天 然后Pfizer是隔21天 这个东西就是说 也没有这么死 21天的话你可以向前走到4天 就是说你17天以后打 都是可以的 OK 如果是马当拿的话 是应该28天 其实是你24天 跟那个超过那个28天 或者超过21天 都是还可以的 现在因为疫苗的数目比较少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没办法exactly 拿到21天或28天的 第二个appointment 没有关系 所以你拿到什么时候 你就什么时候打 好不好 然后马当拿的话 呃要18岁以上 那Pfizer呢 因为他在做Face3的时候 的职业的时候 已经包括16岁 所以他16岁就可以了 好下礼拜 麻烦把这个mute叫好吗 对这又是一些比较了 这个比较的话 大家就看到 马当拿的东西 他可以拉死 呃 就说一旦烧了以后呢 还是可以用的时间比较长 嘛 Pfizer呢 就没办法 然后 AstraZeneca的话 就是那个 腺病毒的 那可以放的时间很久 而且在room temperature 直接就可以了 OK 下一个slide 所以现在大家 每天在新闻里 看的东西 就是叫 叫variant 什么叫variant呢 就是说 呃 因为我们照达尔文的 理论 就是说 这些东西 每天都在变 因为适者生存 它一定要变得呢 使这个老神老怪呢 比较容易生存 然后比较容易复制 在人体里面 这样子的话 他活的时间就长了 所以 他的用意 只是让他自己 活的比较长一点 也不是要 一定要杀掉我们 OK 可是呢 他一定要变 他一定求变 他每一次 进入一个人体里面 自复制一次 他就有一个 变的机会 复制两次 所以在人体里面 可能复制 涨百万次 然后我们现在有 这么多千万的人 得的 所以他 变化的机会 很大 以前 比如说我们人呢 从远古时代 到现在呢 他有一些 genetic的变化 那个变化 都是很慢 可是在这个 老神老怪 这个 他因为的cycle 是非常短 所以很快很快 他就会变 变异的 很厉害 所以我们现在 常听的是两种 一种是英国的 叫B117 然后呢 叫一个 South African 叫做B1351 这是两个 不同的variant OK 两种不同的 为什么叫variant variant就是说 我们把归类 这一类的人呢 是长的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叫他B117 就是从英国来 然后这一类的人呢 其实他的变化里面 都有很多 像英国的变化 他其实变了23种 OK 里面已经变了23种 可是他长相 more or less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叫B117 然后另外一支呢 就是B1351 OK 他长相是这样子的 OK 等一下我再给你 提的那个 他的detail 好 下一个slide 所以我们基本上 你可以看看 左边那个呢 就是英国了 我现在 就我们现在看了图呢 就是比较真实 他的真正的 老神老怪的长相 OK 所以你就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点 他任何一点呢 照这个达尔文的理论 他都可以有些变化 OK 他这右边的 就是南非的 所以我们就看 他这个上面 有很多很多 然后他每一个变化 我们都有给他一个编号 OK 究竟是哪一种的变化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叫501Y 在那里 OK 最早的时候 就是英国的 就是501Y的 这个地方 有个变异 其实这个变异呢 在南非那里也有 可是除了这种变异 还有别的东西的变异 所以我们对于 这新冠病毒 或者老神老怪 自己会变 一点都不surprise OK 他一定会变的 因为照达尔文的理论 然后变了 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下面再看 好 下一个slide 所以我们又看到 这些 我觉得这个图呢 就稍微仔细一点 就看到你这个 我就提醒大家 这边有个1484 有没有 在第一个图的 右边的第三个 这个484 OK 这个 为什么把它提出来 这个除了 刚刚我们提到一个501 501的变化 是变成什么样子了 501就是让这个 劳三老怪呢 穿过A12更快 OK 501Y的话 它是变得很快很快 484呢 这个变化呢 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劳三老怪来讲 就是说 你以前 给我做好的帽子 现在戴不上 我变种形式 你戴不了我的帽子 所以呢 疫苗呢 对于这种 南非的 或者是对于这个 南美的 南美的就是 就是巴西的 巴西叫P1 还有一种叫P2 就是南美的出来了 这些帽子都戴不上 所以这免疫的 那个能力就降下来很多 下一个slide 这个就是他 做的实验 OK 这个实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们看右边 最下面的图 看来是最清楚 OK 那个点呢 最下面的图的话 它就是 不是有一个斜杠下去吗 就是说你原来 它的有效能力 是这样子 结果到这边的时候 就掉下来 OK 这就到南非的时候 就掉下来 到南非的话 就同样的疫苗 我们在美国是 大概九十几个伤 到了南非呢 大概只有 只剩百分之五十 还有给大家一个概念 百分之九十五 什么意思 百分之九十五 表示二十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 还是会生病 生得很厉害 等到你掉的五十个伤 什么意思 就是两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 还是生病很厉害 OK 这个的话 你打疫苗的时候 你说两个 才有一个有用 一个没用 就打起来 你心里感受不一样 对不对 你九十五%的时候 你是二十个人 才有一个人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分别 OK 这是他们在做 实验的时候 测出来 再下一个slide 这一个是马丹娜 一个是phizer 他们也是去测 这些东西 也是基本上 这些图呢 是我礼拜五 才download下来 因为礼拜五 全国性 全世界性的 有一个讨论 讨论的变异 这就是他们 也就是说 这个也是一样 下来 所以马丹娜 phizer 对于南非的 对于巴西的 它的效果都会 差了很多 OK 下一个slide 所以基本上 是这样讲 你看 我们第一个是 B117 就是英国的 对不对 我们记得 然后B135 应该351 OK 那写错了 OK B1351 不是 E35 OK 这个呢 就是南非的 然后 右边的P1 就是巴西的 OK 我们看红的时候 就是 有这个484K 我们刚刚不是 提了484K 然后 这个417N 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说 它的柱子 形状改变了 所以 帽子 就戴不上去了 所以对于 那个英国来讲呢 它没有 这两个变异 OK 对于其他两种呢 它有三种变异 第一种就是501Y嘛 501Y就是说 可以穿过我们S2 可以穿得更快 大概增加60%左右 OK 它进去的速度 可以快到60% 你们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要用 那个几何极数去 去看它的 OK 等于是1.6 2的1.6次方 OK 所以原来如果15分钟 比如我们跟人家 共用15分钟的空气的话 你先要除上 2的1.6次方 OK 可能只剩下 三分钟 四分钟 你就容易得了 所以这个是 蛮厉害的 所以英国这个 会在我们美国 会传得非常厉害 然后呢 现在巴西呢 其实已经 在湾区 已经有三个例子了 两个在Santa Clara 一个是在Alameda 已经有了 P1呢 在别的State 而且我们说有 其实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测的那个 百分率也是太低了 所以很可能有很多 很多已经有了 可是我们测它呢 大概只有1% 2% 在测这个 所以 因为测的少 所以你看到的少 并不代表它没有 在这里 OK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分别 好 下一个Slaid 我们就是上一批 起来的452R 是我们在湾区 在加州是最多了 可是这个东西 已经开始下去 所以现在我就回到 为什么我们看到 每次看到图呢 都是一个三一个三的 这样过去 其实 每一个三 是代表它是某一个种类 OK 刚开始呢 我们叫做Wild type Wild type 就是说 野生的 刚刚从 动物传给人类 人类 然后开始 OK 是叫做Wild type 然后呢 那一旦进入人体 然后照达文的理论呢 它就开始产生变异 变异完了以后 变成哪一种呢 在这个 这个群体里面 变成比较 多了以后呢 它就起了第二波 OK 所以有的地方呢 起了第二波以后 然后又起了第三波 其实在加州 我们 也是经过是第三波了 基本上是第三波 你在欧洲的话 你看英国 英国的话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很小 也是蛮厉害的 可是第二波起来的时候 哇 就很高 OK 它一下变成很高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原来是Wild type 到这边的时候 它已经是B117 它其实从九月的时候 就开始起来 现在欧洲 其他国家呢 也是这样 你就看它这样 现在德国要关起来 关那个时间更久 都是因为 它的人种里面 原来有一些人得过了 然后呢 这些得过的人 就会产生很多抗体 对不对 有很多不同的帽子 可是呢 帽子 没有用的是 因为呢 有新的品种出来 你这些帽子变成没用了 对不对 然后就它又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 所以这个波完了以后 有可能还有第三个波 还有一个第四个波 所以 因为变异的很快 也有很多 然后你 你能选的 因为我刚刚已经提过 你只选了四种柱子 对不对 像菲尔 当然它只选了四种柱子 然后这些其中的柱子一变的时候 你的帽子就盖不住了 对不对 就基本上这样 好 下一个 这个就提到我们上一次的 刚刚讲的L452R 它已经变成25% 就是说隔一个月而已 原来从2点多% 后来到现在 到25% 那还是上个月的事情 现在又不知道变了哪里去 现在最可能就是B117 会变成predominant 变成最主要的一个 下一个slide 这个英国的那个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它的传染率了 比一般的要多个六成左右 然后死亡率了 死亡率也增加了多少 死亡率原来是1%左右 现在看起来 那个要1.4%左右 也增加了40% OK 下一个slide 现在我们就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再归纳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提过 怎么样去测 对不对 antibody antigen test PCR test 对不对 然后进入人体 是H2 然后有柱子的概念 有帽子的概念 有疫苗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我们能做的都做了 如果你不信 还是得到的话 怎么办 现在我们就进入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叫antibody therapy OK antibody therapy的话 就是等于 它已经做好很多帽子 OK 这帽子呢 应该会把这个病毒盖住 所以一旦 如果不信你得到 有一点点症状 你就赶快去测 OK 测完了以后 你是positive的时候 就马上要求 做这个antibody therapy 就是说它用这个 IV的方式呢 打进去 它大量帮你打这些帽子 因为它的帽子 进入你体内 就想办法把这个 把这个老神老怪都盖住 对不对 盖住了以后 它就不会进入你的系统里太多 然后你自己人体就可以OK了 所以这个呢 现阶段来讲呢 这99%的效果非常好 因为在纽约 它有2000个人打 只有5个人过世 OK 所以过世率的非常非常低 而且这些都是high risk OK 不是普通人 OK 下个slide 什么人可以qualify 做这个呢 就是有这些东西 最最重要 我想我们在这边 都是65岁以上的人比较多 OK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得了 然后test positive 你就可以要求这个做 做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 请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我最近在Arizona 是损失了一个朋友 他就是没有做这个事情 等到他送到医院 已经出来 大家记得这个东西 一旦你 他把你办入院了以后呢 你就不可以打这个 因为他的emergency usage oscillation呢 是说在这个以前 而且是越早越好 大家也知道 你一旦新冠病毒到你了 老三老关进入你的系统 你当然要越早 把它干掉越好 你等到他自己 都从S2进入你的细胞 已经太晚了 所以这个越早越好 好 再下一个slide 那我们怎么找得到 这个地方呢 那个James 麻烦您demo一下 就在这个 这个网站呢 link 你可以打入你的地址 打入你的地址以后 他马上就知道 你这附近 哪一些地方 有做这个 antibody therapy OK 所以 你可以找得到 哪里可以做 这个antibody therapy 你先去 有症状 一点点 然后你就 赶快去测 测了positive 比如说就跟你自己的 physician去联络 联络说要求做referral 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你知道哪一些地方 可以去做 对不对 就在你的附近 他总统还是在15 miles以内 这些地方 OK 就是 这是 全国性的 只要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 他都可以帮你找得到 OK 所以这个 这个非常powerful OK 好 再下一个slide 现在呢 我知道了一个地方呢 是在Sacramento就是 叫Sleep Trend Arena那边 他有一个alternative care facility 他专门可以 打这个东西 所以你all things fail的话 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 他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以前都没有找到email或电话 可以去跟这个联络 假设你找不到你的医生 没法得到referral 就是用这个 OK referral email 第一个email是那个 然后patient appointment 可以打电话去 OK 如果我们是在湾区嘛 他是在Sacramento 如果有人接的时候 你就问他 OK 我现在有这个东西 你可不可以referral我到 湾区的 这种 做antibody therapy的地方 OK 这个的话两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以前没有这种email 也没有电话号码 现在给我找到这个 OK 虽然不是在我们logo里 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全周性的 一个事情 他应该可以referral 你们到的一个right place OK 好 好 基本 也许